因為我之前有一陣子月經失調 然後失調是很嚴重 一個月我來三次 而且三次都滿五到七天 等於是我整個一個月 都一直在流血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 因為還要工作 所以就覺得頭很暈什麼的 所以我就去看醫生 然後我原本是想要跨一點 請醫生可不可以 開一個什麼鐵錠給我 但我那時候醫生就做了一個動作 他就把我的眼皮這樣拉下來看 然後 對 他就看 他說你沒有品血 他就不給我 但我還是不放心 所以我就一直到處去找任何 就是有含鐵的 就是比如事物影裡面有含鐵的 我就一定會去買 然後吃的東西就是什麼 海帶 牛肉 金針花 那些東西我就 狂課 對 狂課 然後想說看可不可以補回來 可是我是很納悶 失血這件事情跟缺鐵到底 相關性是不是 對 因為我想說我流成那樣 為什麼他不開藥給我 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也有道理 對 要我來講 對 他就是不給我 奇怪了 這個能不能先回答一下 為什麼 你幹嘛拍給人家 對啊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人家到底是流血成這樣了 對啊 一整個月都在失血 跟大家溝通一下 我們身體 我們身體是有一個抵抗的能力 除非說你每 你的失血量已經達到說 你的經期比之前長 而且量比之前雙倍 這樣才有可能在一次的月經量 讓你造成血溶素從可能 女生超13左右 降到差不多8到7 那一般我們在臨床上 遇到都那種慢性的貧血 那慢性的貧血病人其實很好玩之後 其實他的狀況都還OK 他也還撐得住 可是我陳教文臨床上面 教授告訴我們 這時候如果有個醫生告訴說 你怎麼還沒暈倒 理論上血溶素到底又要暈倒 病人本來可以走得進來 一聽到說你怎麼沒暈倒 馬上病人就暈倒 什麼作用 所以意思是說 本身雖然失血你很多 可是如果只是那樣的話 基本上你的身體還能夠hold得住 所以醫生要透過診斷來確認說 你有沒有貧血 有沒有因為月經量過多 導致缺體性貧血 才能來幫你補 因為如果說你沒有缺那麼多 你補太多 還是會出現問題的 好 那仁甫你當初驚奇來的時候 你的 對啊 我那個時候就是 我已經等了他三十幾年 他一次都不來 身體好 你怎麼問我關於驚奇的事情 季妹妹 對 因為我老婆嘛 對不對 我老婆驚奇來的時候 基本上我是這樣子 因為他其實也是跟心田一樣 他就常常會有不順的這個狀態 那每次他來的時候 我們想說要幫他補身體 可是又不知道要怎麼補 那那個時候 我們就有的時候 會去抓一些什麼八針一樣 事物啊 對 就是他們在來的 來之前跟來之後 都要幫他們去補身體 然後另外的話就是 其實我還滿喜歡 用食物去攝取的 那我們那時候就聽我的阿嬤講 他說女生那個來的時候 你就是煮什麼菠菜啦 菠菜嘛 然後最好吃菠菜的羹嘛 菠菜那個羹的地方 它是含鐵最多的嘛 所以我們就會特別去吃 整個的菠菜這樣 然後這樣煮 就直接燙完了整個給大家吃 零點醬油或蠔油這樣 好貼心喔 好貼心喔 對 其實還滿好的 很清淡 還會抓腿耶 對 其實還滿清淡還滿好的 然後另外就是 有一個我比較好奇 就是紅餡菜 就是有人說紅餡菜嘛 他說紅色的嘛 對 就應該跟鐵質就會比較高 鐵質就會比較高 可是我也是覺得說 這個是有畫上等號的嗎 妳想吃 見紅就補鐵嗎 其實是不能有這樣的觀念啦 但是呢 你確實你種了一個高鐵 就是紅餡菜 紅餡菜確實是屬於高鐵的一個 一個蔬菜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補鐵要有一個觀念 動物性的鐵 動物性來源的 肉類裡面來的 它的量不用太多 它就可以補 因為它的吸收率很高 那如果你是從植物性來 比剛剛講的 比如說像紅餡菜啦 或是紅鳳菜這些 那它的鐵的含量 其實它是要吃到很多的 它等於是 它吸收率很低 但是你要吃到很多量 那所以你就變成是說 如果你吃給它補這種紅餡菜的話 你量就要給它多一點 那菠菜呢 菠菜 菠菜很妙 菠菜它一般在網路上 大家都覺得說菠菜是高鐵的 其實沒有 菠菜是中鐵的 就是中間而已 一點就是說 不是落在於高鐵的食材 為什麼阿嬤都這樣講了 對啊 大家都這樣講 還說吃根的部分特別的 對 它其實鐵含量是中間表現而已 沒有特別的高 而且還有幾個 網路上他們覺得是高鐵 都是每次經期來都要吃的 其實它也是屬於鐵沒有那麼高 一個是葡萄 一個是蘋果 還有櫻桃 所以這個顏色其實也都是滿神的 對 所以不能用顏色來判斷 對 所以你一定要記得 一定是先從動物性的鐵來補 補的話吸收率是最高 但是不用太多 那如果你是吃紅餡菜有個技巧 如果你是植物性的鐵 你一定要在飯後 你可以搭配維生素吸膏的食材 因為維生素吸膏的食材 可以幫助這個植物性的鐵 幫助提高吸收率 對 這個是一個訣竅 尤其是吃素的 它常常沒有辦法吃到肉類 但它吃素很容易有一個 缺鐵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就會告訴它 飯後你可以吃柳丁 你可以吃芭樂 奇異果這些 讓它鐵的吸收率增加 好注意 那冠儀呢 因為我之前吃了兩年的素 所以就會覺得 常常頭好暈好暈 然後就覺得自己 好像血紅素不夠 然後也缺鐵 所以後來我開始就是吃回 就是吃一些 那個動物性的蛋白質的時候 一個禮拜一定要吃兩到三次的羊肉 因為我不吃牛肉 所以我一定要吃那種深色的肉類 而且是用燙就是比較營養的 就是屬於那種優質的蛋白質 這樣比較容易吸收 再來就是有一天我去一個有機店 然後那個店員竟然跟我講說 他覺得我太白好像沒有血色 他就說你可以補充一些鐵 他竟然要我吃黑芝麻 黑芝麻 鐵質也算高 而且他就說你就是 可以泡在什麼飲料裡面 可是最好吸收的方式是 直接拿湯匙就直接挖起來吃 而且是無糖的 所以你的高鐵補得這麼多 大概已經補到左營站去了 所以如果補這麼多 小心吃肉會怎麼樣 我們來看一下 好 小心 心臟病 我們也是這一種 都是很新耶 這都跟我們所想像的連結 完全都不太一樣 怎麼跟新有關係 對啊 這要鐵班來說 其實我們鐵如果真的補充過多的話 基本上它鐵色素會造成我們的沉澱 美國做過研究報告說 你這個鐵如果沉澱的話 又會沉澱在哪裡 也是會沉澱在我們的血管上面 基本上它知道 它的沉澱不會其實沉澱很多 它會沉澱很多器官 其實心臟部分如果沉澱在血管的話 一樣跟我們的鈣一樣 會造成血管的阻塞 法國人做過研究說 對於有一些老人 腦袋有一些說 退化的那種現象的人 他可能說去解剖到腦袋裡面 他也有寫一些金屬的沉積 鐵的部分又比一般人來得高 所以我們想說這種這些東西 都是我們每天所需要的 我們每天需要這鐵的含量 女生一天要15毫克 男生要10毫克 可是如果你補的量過多 像人府每天都吃18盎司的牛排 你跟鐵過多的話 這個鐵可能堆在很多器官 堆在你的血管 你就是心臟病 堆在你的腎臟或是你的胰臟 會造成器官的損害 這在醫學上有個專有名詞 叫做鐵沉著症 就當你的血液的鐵過多的話 這多的鐵會沉澱在不同的器官 造成不同的疾病 這是一個專有的疾病 那到底要怎麼樣補充甜 其實這個表格裡面的食物 都算是鐵含量還滿多的 比如說你今天要吃堅果類的 你剛剛我講的黑芝麻 黑芝麻其實是很好的 尤其是你真的 比如說不敢喝牛奶的 或是你肉吃很少的 它本身鈣跟鐵都還滿夠的 所以黑芝麻其實是滿好的一個堅果 所以其實你在做 其實坦白講 我們公民營養調查裡面 我們國人鐵的一個缺乏度不高 因為這都是我們很常吃的東西 對 我們常吃到的這些東西 所以如果說你真的覺得 你自己是所謂的 比如說經期來的時候 你要去補充一些牛肉 或是紅肉的話 我要建議就是一些小技巧 比如說你吃完牛排 你會有的時候會喝咖啡或喝茶 對 那你就會變成抑制鐵的吸收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要當下 你覺得經期來流太多血 你想要去補充一下 那你吃完牛排之後就不要喝咖啡 咖啡不只是抑制鈣的吸收 它也抑制鐵的吸收 對 所以你就應該要去吃水果 你應該是吃牛排旁邊的水果 而不是去喝咖啡或是喝茶 了解 所以這個鐵跟鈣是要分開吸收嗎 就是說比如說我早上是補充鈣的話 晚上就補充鐵 就是盡量不要一起吃 對 如果你講一個重點 有些人比如說他是 有些他是給鐵劑的 有些我們有些他太貧血太嚴重 給鐵劑的 那他一定要跟高鈣的食材 或是牛奶分開 對 然後還有一些人可能 其實有一個族群 他的鐵的需要量 是我們女生的就是雙倍 懷孕的第三期跟哺乳期 這兩個時期的女生 就懷孕的第三期 他的鐵需要量是30毫克 就是我們一般經驗量的雙倍 因為他的鐵是必須要給小朋友 在出生之後四個月以內 都是媽媽給他的 所以在懷孕的第三期的時候 你相對的 有時候肉可以稍微吃多一點 原因是因為在這邊 對 好 那如果缺鐵有什麼症狀 我們才知道要補麻 最常見就是別人發現你 那你別人發現你臉色蒼白的時候 連手掌都是白的 指甲都是白的 然後全身無力 然後其實真的 平血的人他怎麼能做事情 光爬個樓梯 走個路都會喘 那這樣表示說 你真的全身都沒力 然後臉色看起來很蒼白 基本上的話 我們就會擔心你是不是有些 貧血的症狀 那一般女生的話 大部分都是因為月經量比較多 那男生的話 就可能最常見就是因為痔瘡 痔瘡如果出血的話 真的 真的 這種我大概一年都會看到 兩三個男生因為痔瘡 現在冬天到了 提醒大家 有痔瘡的觀眾 去吃麻辣鍋 小心 真的 你吃的是很高興 你可能連續噴血不多 一個禮拜 男生的血紅素標準是14 會降到7或是8 差這麼多 他每天捐200cc的血 給他們家的馬桶 他不是去捐血 他每天捐血 他每天捐血 這個病人進來 我告訴你 你如果平時跟他很熟的 你看說他怎麼最近去做 什麼特殊的什麼療法 什麼全身是白的 然後他要把痔瘡處理好 然後把它的鐵補起來 那起碼要過到半年到九個月 這麼久 就這麼久 因為基本上其實補這些東西 基本上因為他真的流失有點多 其實之前最強就是剛才伊莉講的 很多女生都會想說 那如果說驚奇或幹嘛 知道可能醫生有跟他講 你有點貧血的現象 你可能要多吃一些紅肉 可是你知道之前有個女生 他也是知道要吃紅肉 可是他吃紅肉他還是怕胖 所以他還是吃紅肉的同時 他會配大量的所謂的那個什麼 健康綠茶還是什麼 因為就是說可以油切 所以他邊吃紅肉 一天又喝一兩千cc的 那種所謂的健康的油切綠茶 所以他怎麼越喝那個臉 越白越白越白 後來醫生想說奇怪 我不是叫你補鐵多吃紅肉 他說有 我都有吃 我現在大概三餐裡面 至少有一餐有吃紅肉 他說奇怪 但你的血色素怎麼上不來了 後來一發現原來是這樣 因為他剛才油切綠茶 把他要吃的紅肉的鐵 都讓他不能吸收 因為他大量的 其實因為柔酸 他的綠茶裡面有柔酸 就讓他的那個鐵質不好吸收 所以第一種叫他配錯飲料 現在有些人是流行什麼 流行那種要吃很多五穀雜糧類 對 他們發現說五穀雜糧類 有一些他的磷酸比較高 然後他又把它配在一起 也會不利於他的吸收 另外一種人 之前有一個外國的Case 是有一個女醫師 實行女醫師 他突然間就在他們那個手術房 大家準備好 現在要開始上刀了 倒了 不是病人 不好意思是實行女醫師倒了 然後想說他發生什麼事呢 原來他本來 他常常有胃痛的問題 然後他長期都在服用什麼 他自己服用致酸劑 他幾乎都一直自己克致酸劑 後來發現致酸劑 也會影響那個鐵質的吸收 所以像如果你有吃鐵劑 然後你要把它跟他餵藥一起吃 那可能也是白吃的 那我想問 因為我前一陣子看到一個 就上網看到一個新發明 不知道是不是新的 它就是日本有一個鐵糊 然後他說就是加熱水泡茶 或泡什麼的時候 它會融出鐵離子 然後是人體可以吸收的 可是我看了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想說它是鐵糊 然後可以融出鐵離子 那所以說平常的炒菜的鐵鍋 什麼那些這樣融出來的是OK嗎 這不算是重金屬 基本上鐵是個金屬 但只要在我們人體的適量化 基本上它只要不過多 就是我剛才所提到鐵乘酌症 其實這個東西用鐵鍋 其實我們中國人用的鐵鍋 用了很久 基本上如果你在炒菜那種 放一點粗的話 它的鐵是會出來的 它裡面 對 這個鐵是在我們身體 是可以吸收的 所以它量不是那麼大 所以那OK就對了 那是OK的 所以我以前回到 在現在實戰的問題 很多都不知道用什麼鍋 其實回到以前的那個鐵鍋 只是鐵鍋有個缺點 因為那個鍋叫鑄鐵鍋 它容易生鏽 就變成你要幾乎每天 那鐵就出來的更多 沒有沒有 生鏽的鐵的話 是屬於三氧化鐵 那東西基本上對我們來說 是沒辦法吸收的 你看那個它融出來 是屬於那種二架的啞鐵的話 基本上這才是有用的 那那個是已經是 比較沒有用的 知道喔 這是重點 其實我剛才這邊強調說 如果你現在本身是因為醫生說 你有缺鐵性的品質 在補鐵的人 在吃鐵劑的人 一般說實在 吃鐵劑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 因為鐵劑本身會傷胃 所以剛才其實有人會提到說 他可能會配胃藥 可是配胃藥又沒效 這時候我都跟病人講 你要飯中吃 在吃飯的中間的時候 你就把鐵劑吃進去 因為真的鐵劑 基本上會滿傷胃的 再過來 很多人吃鐵劑的病人 都會抱怨說 怎麼大便 跟那個刺青菜的一樣 大便會變成青綠色 那代表說 醫生給你的鐵劑 你已經吸收到 你該吸收的部分 其他沒有吸收的部分 是從大便排出來 那排出來的顏色 就跟那個刺青菜的一樣 就是綠色的 那基本上其實飲食的部分 還是最重要 但是我剛才有強調說 如果你本身的血紅素 已經低到六到七的時候 好好配合醫生 要補大概補 大概六個月到九個月 才可以把你的血紅素補回來 因為你不是看到 你那個血紅素回到十四 就表示你鐵補回來 你要補其他一些東西 因為我們有其他素質來判斷 是喔 那平常還是真的要保養 多注意喔 對